早年张家大使 对我说了很严厉的警告 告诉我不要其误会 以为自己在金教上学得不错了 但那是假的 你根本没有得到 金教里面的真实意 为什么呢 你没做到 做到才叫真正得到 这个教训好啊 现在你看多少人 学了几部经自以为是 一样也没做到 张家大使的标准 是做到了 才是真的 没有做到 学的再多 都是假的 他不承认你 真正懂得 经意 就是 愿解如来真实意 愿解如来真实意的标准 是把今天里面的教诲 统统若实了 做到了 这叫真正解如来真实意 啊 也不 无量受信 乃至于 这一套 静中 无尽一轮 实在是 实在是 有一句动了 震动了 我相信啊 你就真彻底放下了 彻底放下 你就全懂了 啊 你看 先懂一句 放下了 放下之后 彻底懂了 全明白了 啊 你能不生净土吗 没这个道理 啊 决定 往生 啊 所以 我们六根 接触外面六天境界 其心动念 分别执着 全放下了 这一放下之后呢 经体上讲的 清净 平等学 就现前了 你自己 清清楚楚 明明白 啊 你的佛号 跟阿弥陀佛 相印 一生佛号 一生佛 一生佛 深深佛号 深深佛 跟阿弥陀佛全相印了 啊 什么时候往生得大自在啊 随时都可以去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方法最简单 最稳当 最快速 最容易 成就 又非常殊胜 还到哪里去找啊 找不到了 遍法界虚空间 一切祝福 插土 只有这一门 没有第二门 啊 所以 祝福如来 对阿弥陀佛 尊重 大家都称他为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这两句话 是祝福如来 是祝福如来 送给阿弥陀佛的尊臣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 我们才知道有这回事 啊 世尊 为我们介绍 为我们转述 祝福如来 这些事情 目的活在 是在增长我们的信心 增长我们的愿心 啊 让我们真正能够放下外面 死心塌地 念这句话 啊 下定决心 我这一生决定往生进度 啊 能不能走到 呢 决定呢 啊 为什么决定呢 因为 阿弥陀佛是自信便利 极乐世界也离不开自信 经论上唱书 自信 迷陀 唯心 净土 那个心 是我自信 那个心 也是我的真心 这说明什么 说明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跟我什么关系 啊 这搞清楚啊 我们同一个自信呢 都是自信便的 所以 我们跟福 我们跟极乐世界是一体 这个关系 这个关系都密切 啊 一体 一心 一体 哪有不能成就的道理 啊 所以 千万不能怀疑 啊 一怀疑 错了啊 啊 有信心 真心 就会真心 行 是法院 是念福 啊 一顶法院 求真净土 献起 无论在什么时候 无论在什么处处 这样的人 决定的阿弥陀佛 本愿为神价值 啊 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 阿弥陀佛的光照著 啊 什么样的 灾难 你都遇不到 啊 阿弥陀佛照顾我们 一切祝福都不例外 得 阿弥陀佛一个人的价值 等于 得社防三世 一切祝福如来的价值 这是真的 祝福如来价值 龙天善神 哪有不保佑的道理 阿弥陀佛的价值 你的心静心一现前了 平等心一现前了 欢喜心一现前了 你什么忧虑都没有了 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什么事都没有了 你的死心就是念佛 阿弥陀佛的价值 神虽然在这个世界 就是极乐世界的人 啊 等于说是 极乐世界通信证已经发给你了 护照给你了 保证书都给你了 啊 这些东西是什么 就是极中三进一轮 一点都不怀疑 啊 所以到极乐世界 就像这条里所说的 我们 喜欢的东西 爱好的东西 想学的东西 到极乐世界 全都自然圆满 啊 在西方极乐世界 快速成就 正得 究竟圆满不敌